郭公教準備在國土沙河高騎路 當時是交流島 最近也尊對附近都市街外來 比整個很少用的地主基盤講聽話 不就地主希望在協議進行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的損失感到最多 如果能夠做路來講的話 擴建整個交流道的話 是不是能夠增加我們農民的利益來講 那是最好的 我們以前是這樣的 對我們農民來共識富裕什麼都來 另外我本來是大樓梯 現在讓你清潔一下刷冰 刷冰都濃烈 這進出十年時間要進出 後到三號高騎路段 到五年前在到中央 當然是進出因為進出的過程 相當的感染 也不就民意代表 希望鄉親要配合 讓地方可以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我們不簡單 進出的交流就要幫我們做 這個交流就做了 對我們國家鄉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對這地方建設我想爭取來是得來不易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說民眾的利益能夠堅固到 國際交流道是給中央賠在 他四九加山四百入南出 在他五百加山四百入八出 現在只要土地處理順利 國際交流道是可以開始動工了 大概是 其實我們是可以盡量來配合 主要是說地方政府在爭取那個 地方道路拓寬的經費這一塊 他現在還在爭取當中 那交流道跟地方道路是要配合一起來做的 所以說主要是要看地方政府那邊的時程 其實用地機關是高速公路局 我們會盡快就是配合他們 我們的部分是要負責查顧地上屋 那我們那個借樁之前有拉出來了 我們盡快會跟民眾在約時間 我們來做地上屋查顧 來配合高速公路局完成一個徵收的動作 國土三合體的國際路段 真是交流道是地方基台很久的 那是可以順利行見 然後對國際的發展觀光 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真心 藏不住 準備好了 我們先中一步 準備好了 然後等待一下